原标题 但实际上,湘君的成君却并非自成功识,是严习他人作法,并借助其师而终成君,所以湘君建君有江曾胡之称,曾不用说,自是曾大帅,胡及胡林义,他数见曾国藩,可以说无胡则无曾,而才江,就是指湘君创始人江中元,说他是湘君鼻祖,自是有不同的看法, 因为江中元招募的是楚勇,说他是楚君的创始人才合适,要说是湘君的鼻祖不是太严谨,其实这个不存在问题,一是自元以来,对这一地域合称为胡广,原设胡广形式,除两湖外,还包括两广的部分地区,临时才专制两湖,清言明智,一直有胡广总督一指, 所以,湘府在地域尚总看成是一个整体的,再有,曾国藩的湘君是学者江中,原创办的,严格说来,是赵班楚勇,以其未样反军, 而且江中元的治军思想和一整套体系,都一成不变的未曾所用,而楚勇建军和出战皆早于湘君,而江中元本身就是湖南人,据史学大师陈寅克先生分析,湘君集团实际上有三支, 一是曾国藩,胡林纪,藤玉林统帅的湘君,一是左宗棠,刘锦棠统帅的湖北储君,一是江中元,刘长佑,刘昆一统帅的湖南储君, 所以说江中元是湘君彼祖当不为过,江中元自成如浩民桥,湖南新宁人,举人出审,为人胸襟坦荡, 侠义新城,深得曾国藩赏时,后新办团列,镇压地方农民起义,升任浙江绣水建之险,太平田国起义后,江中元组建楚勇,到广西参展, 此后,江中元转战湖南,湖北,江西,内生至安徽巡抚,被尊称为民帅, 咸丰三年1853年,江中元在卢州陷入太平军的包围,乘破后头水自杀,年仅42岁,追赠总督,市中烈, 他是第一个由军功晋升,为封江大力的湖南熟生,是湘君将帅登上政治巅峰的开拓者和先驱, 也是第一个战死沙场的湘君统帅,江中元年轻的时候,放荡不羁,是个问题青年, 而且在附近享有盛名,相传他曾经饮酒,赌博夜以继日,甚至把裤子都输掉他,交友更是无所不至, 中了秀才后仍不受礼法束缚,纠集湘中子弟做狭血之游,一时礼法之事皆疏远他,成年后, 江中元仍以任侠自喜,不拘礼法,不拘小节,放荡不羁,因为他是清代新明县, 第一个到省城长沙院落书院读书的人,所以名气较大,因此他的这些就习, 也在湖乡学子中广为流传,可谓恶名远扬,名声在外, 甚至在他半夜当时已在朝做官的老乡登国藩时,曾大人都不屑于见他, 不过,最后对他还是赞赏道,平生未见如此人,然后又叹息说, 此人虽明满天下,然当已劫烈死,从此,江中元和曾国藩等人常来常往, 曾是演绎为之己,恨相见太晚,认为他是朝廷难得的人才, 也认为江中元只是暂时时运不济,屈居人下,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, 平生不己藏人膳,到处逢人说相思, 咸丰皇帝即位,曾国伴应着推荐人才,便向皇帝举荐, 那他所看重的这个英才,将中元敦崇如岛,重视京士之学, 对家,到以来社会危机四伏,兵戈江洞,天下凌乱的形势有所预感, 他有一股封建土大夫的殉道精神,在数次考进时不忠回乡后, 立刻联络乡身举办团练,每到月初将各村钉状集齐, 灌输忠孝礼仪,交其兵法济勇,将中元在岳路书院时, 就熟读兵书,有好谈兵,现在正好派上用场, 他先是率兵镇压那本地会党的吉义, 继而慕勇五百富贵,号称楚勇,开始了通太平军血战历程, 乡军及滥伤于此,而他手下亦是精兵强将, 后来闻名全国的刘明传及刘坤,一,叶志超等人, 揭出其麾下,太平天国永安封王后, 邪是不可挡之勇,一路北上,无人可敌, 可却在桂林城下手遭败祭, 而此战正是将中元鼎立之称, 方宝城池不诗,他也因此着生之福, 那时的亲军,无论是八旗还是陆影, 同太平军相遇时,一触击溃, 为敌如火,偏偏这将中元不信邪, 卯卓晋的同长卯斯克,他在泉州缩一度设服, 一炮轰死南王冯云山,长沙城外, 他又将西王萧昭贵重伤毕命, 太平全国的六位王爷被江中元连伤两位, 这充分展示着江中元的永和志, 他也因此被太平天国立位头号大敌, 对太平天国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为先经之变而晚期, 而浙南王冯云山早逝,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, 他是拜上帝会的真正创始人, 是一个有远见,能容忍,顾大局之人, 在太平天国中,我最佩服的便是他, 还有一个是一王石打开, 可以想见,如果冯云山在, 断不会发生天,金质变, 至于那不可调和的矛盾, 定会用另一种方式解决, 结果肯定不会那么的血腥, 阴长沙之战,将中元升任道远, 接下来他又在湖南境内接连镇压, 了厌重五级争议堂周国瑜等人的起义, 扫清了湖南境内所有的农民起义, 在担任湖北岸查使后, 又先后扑灭通城, 穗阳等地的农民起义, 湖北全境又基本被其肃清, 太平均入两湖, 沿江而下, 陆路惊奇蔽日, 水路千个蒸发, 一路开戈, 如秋风扫轮夜般施不可挡, 冰封直指重镇南昌, 沿途青江或逃或降, 望风而逃, 朝廷对取得大胜地将中元寄予厚望, 是其中永克氏, 即令其复原, 将中元帅军拼跑四日, 中仙太平军前赶到南昌, 太平军攻城的主要战法是地道战, 为防止其决地攻城, 将中元江城外民房全部拆除或焚毁, 可惜千年明楼藤王阁, 也被复之一举, 但最终将中元还是力保南昌不失, 朝廷下诏, 赏其二贫顶, 带骁永善战的楚永明良大江南北, 将中元成功的进阶之路, 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, 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, 增加兄弟, 胡林义, 左宗棠等纷纷效仿, 头比从容, 后来明镇天下的乡郡就此崛起, 当时朝廷战力, 依当之人有所谓南江北盛之说, 北指盛口, 南极使这江中元了, 他一人在南方战场上如旧火队, 四处奔波, 疲于奔命, 但往往能取得朝廷预料之外的盛果, 这让清王朝如看到旧心一般, 太平军在护国猴虎一晃, 率领下围攻卢州, 也就是今天的合肥, 咸丰皇帝急得晕头转向, 如热锅上的蚂蚁, 无计可食, 举目一望, 除了一个江中元, 朝中无人可用, 只好又承认江中元, 为安徽巡抚兼提独军门, 命他立刻赶往卢州救急, 江中元此时正在病中, 是被人抬着丹下赶往卢州, 但此时的卢州并未见寡, 而太平军位置江中元于死地, 一拼死一战, 在坚守了三十六日后, 但尽良, 决, 乘破后, 江中元投水自尽, 一带降星, 陨落卢州, 江中元战死的消息传来, 清廷震惊, 为了悼念死者, 也为了鼓励其他人继续卖命, 朝廷给予江中元的抚恤及其优厚, 追认他为总督, 嗜好忠烈, 曾国藩也通过婉联来表达他的哀思之情, 百战守三成, 张贡游迎千十四, 两年击八作, 将千呼报大新臣, 对江中元的成就和影响做了较好的概括, 王凯运在乡军至有云处, 将军起于江中元, 然而, 直到现在还生民不长, 大家只知道曾国左里, 而对这碧两王, 旧三成的杰出将领却知之甚少, 他揭开了晚清汉陈大面积崛起的序幕, 是同志中兴的发任者, 也是少数文人为疆的传奇人物之一, 剑桥中国晚清是趁其位正统上层人物中投笔从容的前驱, 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, 将中元式湘军名副其实的创始人, 开山祖室, 西天不假年, 否则成就定步, 在曾国藩之下, 返回邹虎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